我是相辅前段日子 从乡下庄子里 刚接回来的庶女二千金 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 居然被当朝太子选为半渡 由此 父亲和嫡母 终于多分我一些好脸色 我跪在地上 听父亲训诫 不要因为做了太子的半渡就焦躁 你可知你 本就登不上大雅之堂 能有如此机缘 完全是你嫡姐替你求来的 你要好好谢谢你嫡姐才是 嫡母也鼻孔出气 若不是娇娇身体弱 经不住半渡的苦 你以为这种好差事 会轮到你一个一无是处的庶女 只是我还要嘱咐你一句 太子殿下金尊玉贵 可别生出些什么不该有的心思才是 最后是嫡姐 她笑盈盈地将我从铺团上扶起来 并弃给她添了些西子捧心的美意 她柔声道 妹妹不必担心 爹娘不过是太在乎我的身体了 再加上妹妹才从乡下的庄子里回来 这才略显生疏 妹妹可千万别见怪才是 顿了下 她为难地说 只是做太子哥哥的半读 这四书五经和琴棋书画都该会一些才是 我羞愧地低下头 别说琴棋书画四书五经 就连自我也不识几个 似乎看出我的为难 嫡姐拉过我的手 笑着说道 不过妹妹不必担心 我和太子哥哥是青梅竹马 他带我一向如兄长般疼爱 只要我同他说几句软话 想必他不会苛待于你的 妹妹只要开心便好 我眼睛一酸 险些落了泪 我回来也有一段时日 可父亲和嫡母嫌恶我 不曾换我女儿 倒是嫡姐 热切地喊我妹妹 我心窝子热乎乎地 连声应下 多谢姐姐 低头言谢时 没看见嫡姐眼底看向我流露出的恶心憎恶 距离进宫做太子半读 还有一段时日 嫡母为我找来了一个教习嬷嬷 让她教我宫中规矩和最基础的识文段子 嬷嬷严厉 我做不好会骂我 老奴也见过不少世家的姑娘小姐们 只是如此蠢笨的还是第一次见 不光骂还打 用尽了水的竹条抽我的掌心 我的手肿的老高 嫡姐带着婢女过来看我 满眼心疼道 嬷嬷真是的 这罚得实在是狠了些 我给妹妹带了上好的金疮药 妹妹先敷着 明日我就去和嬷嬷说 让她好生待妹妹 我弯起唇角 谢谢姐姐 嬷嬷果然不再打我 对我松散了许多 就这么到了进宫之日 全家人在门口送我 翻来覆去说的那几句 无非就是敲打我 切勿丢了相辅的脸 也千万别穿什么 不该有的心思 我乖巧地一一应下 谁到刚入宫 在行李时变出了岔子 我因为行李的动作不规范 被嬷嬷扬着嗓子喊 那位姑娘是谁家的千金小姐 怎地连行李都不会 我茫然无措地抬起头 正好对上太子肖瑞恒的视线 她的气场太强 吓得我手忙脚乱地低下头 我听见她身边的嬷嬷 又问了一遍 你是哪家的 我捏如着小声回答 相辅沈家 嬷嬷道 相辅沈家的姑娘 怎地如此失忆 难不成没人叫你规矩吗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 只能闭口不言 好在太子及时开口 罢了 既然不懂这些 那就先坐在姑的身侧吧 以后多听多学旧事 我怯生生地应了声 是 在走过去时 感受到身后的目光如芒在背 作伴读期间 是不允许回家的 也不能家里人前来探望 在一天的研学结束后 太子叫住我 带其他人走后 她和颜悦色地问 你就是娇娇口中说的 刚回来的庶女 我老实行不太标准的理 民女神晚 拜见太子殿下 她摆摆手 客气了几句 问 娇娇今日如何 身子可好些了 我点点头 姐姐一切都好 劳太子惦念 她看着我 又道 姑和娇娇自幼一同长大 你既是她的妹妹 那以后便也是姑的妹妹了 以后你就跟在姑身边 自然是不会有人欺负你的 我不可置信地抬起头 露出羞涩一笑 小声道谢 晚晚谢过太子哥哥 我跟着嫡母派来的嬷嬷 回到住所 才关上门 嬷嬷的巴掌 便落在了我的脸上 果然是个狐妹子的贱皮子 和你那个低贱的娘一个样 在我的眼皮子下面 居然敢勾引太子 我垂着头 捂着脸颊 嬷嬷 我没有 没有 你的眼睛都快黏在太子身上了 太子哥哥也是你能叫的 我眼底含泪 我不知道不能这么叫 我再也不敢了 她恶狠狠地盯着我 若是再敢有下次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赶紧点头 又给她递了杯茶 嬷嬷 您消消气 她仰头一饮而尽 没看见我嘴角泛起的一抹糊度 第二天才过中午饭点 便有宫里婢女惊慌失措地跑了过来 不好了 沈姑娘身边的嬷嬷落水死了 我难以置信地睁圆了眼 惨白着脸晕了过去 闭眼前 似乎看到白袍一闪而过 还有一股凛冽的白痰香气 等我悠悠转醒 看见的便是之前呵斥 我不懂规矩的嬷嬷的脸 我张了张嘴 眼泪先流了出来 嬷嬷 张嬷嬷真的 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她叹了口气 人死不能复生 姑娘可别哭坏了身子才是 门外通传太子殿 下架道 我赶紧擦干眼角的泪 准备起身下床 她看见急忙制止 晚妹妹不必多礼 好生躺着仰身子才是 我连声道谢 我记得当时是殿下 及时接住了我 多谢殿下 她问道 张嬷嬷死之事 我已查明 是她自己走路不小心 踩到青台滚进湖里的 你可带别的服侍之人了 我摇摇头 想必殿下知道 我才回乡府没多久 身边一直只有张嬷嬷 一人服侍 未曾有其他婢女 她皱起眉 你怎地不叫我太子哥哥了 我咬着唇 小声说 张嬷嬷说 如此喊太子殿下不合规矩 她摆摆手 无妨 孤准你这么叫 堂堂相辅小姐 身边没人伺候 可不像话 不如孤将李嬷嬷播给你 这段时间 由她照顾你 我的头摇成波浪鼓 李嬷嬷是太子哥哥身边的人 民女惶恐 如何使唤得了 我顿了下 扬起一个灿烂的 有点蠢兮兮的笑 太子哥哥放心 我之前一直住在庄子上 也没有人伺候 但我自己活得可好了 我不需要人照顾的 她还想再说些什么 被我的话堵了回去 不若太子哥哥信我一次 倘若我真的遇到解决不了的事 再向太子哥哥求助 如何 她无奈地笑了下 好吧 就依你 在一众陪读里 我成了唯一一个没有婢女 自食其力的人 刚开始的时候 各家千金小姐 还忌惮着肖瑞恒 对我的态度与众不同 可眼下我唯一的贴身摸摸死了 她却没给我派人伺候 他们又都拿不准主意 可是 见我今日挫字连篇 被夫子好一通打烧板 明日又自己左脚半右脚 打碎教习茶道的领事姑姑 借给我的十二件大玉川先生 而不管我如何 肖瑞恒都始终没有再站出来护着我 再说 观察个几天下来 他们便发现我其实笨手笨脚 人是个蠢的 于是便抱成团捉弄我 刚开始 他们做的隐晦 看着我被捉弄后 和他们一起笑 后来便逐渐肆无忌惮起来 直到某一日 他们明着欺负我 被肖瑞恒见到 他大发雷霆 把他们好声一顿训斥 还放言道 沈婉是姑的人 是未来的太子妃 我看谁敢欺负他 带他们走后 我愣愣地问 太子哥哥 你方才说的是真的吗 你真的要去玩玩吗 他倾咳了一声 自然 又很快转移话题 伸手戳了下我的脑门 你呀 若是姑不在身边 可怎么办才好 怕不是被人卖了 还要帮人数钱呢 我笑嘻嘻地 又落下两行泪 他慌忙哄我 我声音哽咽 晚晚只是开心 以后 晚晚也有人保护了 他不由自主地正愣住 后面严学的日子里 我和肖瑞恒一直在一起 关系愈发亲密 严学的最后一日 正好赶上其灯节 是男子女子 互相表露心意的节日 我利用空闲时间 亲手绣了个荷包 打算送给肖瑞恒 不想在一条幽暗巷子里 正巧看见他和嫡姐抱在一起 突隔着昏暗的烛火 都能看见他们二人之间 眼神柔情蜜意地快要拉丝 我吃笑了一下 转身离开 当晚 沈氏相辅的二小姐神婉 葬身火海 房梁坍塌 死无全尸 时间一晃而过 转眼间 我在边赛 已经过了三个月了 我翘着脚 冲着不远处 正要插队的老头 喊了一句 陈阿公 您若是在仗着自己的年纪插队 我就不给您看病了 被我点名的老头 瞪着眼睛瞅我 又兴兴地一开 自动去最后面排队 被我诊脉的婶子 无嘴偷笑 也就只有周姑娘 能治得了陈阿公了 我笑了下 给她开了个方子 之前的药吃得差不多了 现在身子 已经没什么大碍 我重新开了一个新方子 再吃个七天 就可以完全停药了 沈子接过方子 感激地看着我 谢谢周姑娘 当初你才来这里 我们还想 没想到你这么不计前嫌 我真是不知道 怎么感激你才是 我换了姓 随我娘姓周 我白白手 不在意道 没关系 毕竟我当初是外来的 这里又是边塞 你们怀疑我很正常 自打那一晚 我亲手放火烧了院子后 便直接从早就预备好的狗洞里 钻出去逃走了 我月上从黑市隐匿身份姓名 买下的千里马 踢了脚马腹 让他带着我狂奔 一路马不停蹄地跑 直奔离京城最远的边塞 相辅抠门 我只攒下来一点散碎银子 租了个院子 以后就没剩多少了 想要生活下去 还得做份差事谋生 本来想去医馆问问 但做店掌柜 见我是个女子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 给我撵了出去 我也不恼 就在不远处支了个摊子 给人问诊号卖 前一个月 医馆收十文 我收五文 旁人一开始信不过我 直到我治好一个医馆 已经宣布准备后事 吃郡子吃得义正发作 口吐白沫的人 一举成名 终于打出我的名气 后来医馆想邀我去 我没同意 不过和他们约好了 我可以不抢他们的生意 去更远的村子里 且开完方子后 抓药在他们那里 不过相对的 他们要为在我这里 看诊的人少算些要钱 边关附近 大家都不容易 生意要是想长久地做下去 且得有舍有得 这一点我很通透 沈子接过方子 仔细地看了几遍 尽管不认识什么字 还是找机会夸我 姑娘这字写得真好看 必是从小就练的吧 我点头笑着应下 是 我的字还有医术 都是我娘从小教的 只不过我只学会了皮毛 远不及我娘呢 我会写字 写得还算不错 我会医术 还会用读 这两样我也都还可以 毕竟我娘 是从药王谷出来的人 我作为她的女儿 能差到哪去 京城种种 不过为了自保藏桌 我给所有人看完 终于轮到陈阿公 老头朝我吹胡子瞪眼 山羊胡子都翘起来了 我在这活了快一辈子 从来都是只有别人 让着我的份 你还是第一个 敢让我等的 我一概笑过 摸上麦 神情一领 眯起眼睛 陈阿公 您昨晚又喝了酒了吧 他心虚一开视线 但仍然嘴硬 我没有 我又道 陈阿公 说谎可不好 更何况 还是欺瞒医者 他责了一声 小丫头 你是如何知道的 我故作神秘 自然是把脉 把出来的 我不光知道 您昨晚喝酒了 还知道 您怕被我发现 只喝了半杯 是不是 真是神了 我但笑不语 不告诉他 其实是 昨晚路过他家院子 正巧看见他倒掉 另外半杯桂花酿 我的院子 就在陈阿公的旁边 看完今日的病人 我便搀扶着他一起回去 快到住处时 我突然发觉 草丛里有一抹亮色反光 我凑过去 是个身穿铠甲的男人 他身下的草地上 已经染上斑斑血迹 整个人陷入昏迷 已是出气多 进气少了 我刚要把他扶起来 却被陈阿公拦下 闺女 路边的男人 可减不得呀 这边塞的世道 可不太平 此人身披铠甲 仔细引火烧身 我抿了抿唇 当初学医 我娘教我的第一件事 便是医者人心 我没办法见死不救 我眨把两下眼睛 即便他是坏人 也不必担心 我若是没点自保的本事 也不敢只身一人 闯到边塞来 我把男人带了回去 他伤得很重 我只能暂时暂停 出去问诊 全身心地治他 好不容易他醒了 第一件事 便是想要抄起手旁的东西 砸向我 直到他发现 自己一点力气使不上 我笑眯眯地看着他 别白费力气了 我日日在你的药里 掺入小分量的软金伞 你能使上进才怪呢 他的嗓子干得发出呵呵声 我给他递了杯茶过去 我虽然理解你身为 习武之人 要保持警惕 不过我也希望你 稍稍多动点脑子 倘若我是坏人 真想害你 你觉得你还有机会 能醒过来吗 我体谅你刚醒 不与你计较 不过你若是在用 现在这种态度 对待你的救命恩人 我不介意在你药里 再多放些别的什么 让你痛不欲生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话 真将他唬住了 总之他安静下来 我满意了 这样才对 顿了下 我又说得认真 左右给你治病的时候 没在你身上 发现什么值钱的 等你好了 可千万记得 要给我枕金啊 就 等喝了水润喉 他目光探究地问 你难道就不想 问问我身上的伤势 如何来的 我摇摇头 我是医者 只管治病救人 其余的 与我无关 你也千万别和我说 要是敢说 我现在就杀了你 他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替他诊治这么多天 他早就卸了 对我的防备 只是没想到 处于表面上 看起来 是个气度不凡 且身受重伤的穷光弹 实则他真的一文钱 都拿不出来 我和他大眼瞪 小眼地沉默了 我又开始心疼自己 在悬崖边上 好不容易 挖出来的一根野山餐 头两天他气弱 我用了大半根 才吊住他的命 早知道洗尽了 给陈阿公泡酒也好 他虽然嘴巴毒 但给银子方面 向来不含糊 他看我一脸悲痛欲绝 眼底似乎划过一丝 不易察觉的笑意 语气倒是小心翼翼的 楚某惭愧 眼下我 确实没有银子 能给姑娘 不知我能帮姑娘 做些什么抵枕金的吗 你有什么 话没说完 我的目光落在他那张 超尘托凡的脸 画风一转 好像还真有你能做的 我把他带到 我值的摊子前 给他一把主意 你就坐在这 若有人来看诊 只管笑就成 若有人同你搭话 你便说几句 他不解 直到看见不少女子 媚眼含羞地过来 表面是让我搭脉检查 实际目光一直落在 我身后楚狱的身上 等我象征性地说几句 就迫不及待地问 周姑娘身后的男子 是何人 可是周姑娘的心上人 不知公子喜欢哪般女子 觉得我如何 我朝民风开放 在京城还能看见 贵女清新 主动必信诉相思 更遑论在边塞这种地方 女子更是放得开 短短一上午 我便接诊了三十几个女子 还有几个婶子 给她抛美眼 婶子虽然有孩子 但婶子也有点小钱 养个你还是不成问题的 看她面如锅底的黑脸 我憋笑快憋出内伤 一连几日 我都带着她去问诊 本来第一天结束以后 她不想再去 我就语重心长地劝 软得不行就来硬的 你若是不愿意听这些软话 我也略懂一些失读手段 她同意了 带着她连织了几日摊子 我赚回了在她身上治病花的所有钱 我数了又数 满足地笑眯起眼睛 楚玉也看着我笑 察觉到她的目光 我把钱往怀里一藏 瞪着她 看什么 这些钱 是你这些日子的枕金和药材钱 这还不够呢 没多余的钱给你 她嘴角的笑容更深了几分 周姑娘放心 我自然知晓这些 没想过要这些钱 我满意了 算你失去 我把钱放好 清了清嗓子 说 这几日还是要多谢你 陪我一同看诊 眼下你的病已经全好了 又耽误了这么多十日 也是时候该启程才是 她嘴角陡然向下 声音多了几分委屈 周姑娘的意思 是想赶我走 我择了声 这怎么能是赶呢 不过你这么理解 也不是不行 她刚缓和的脸色 又黑了几分 我叹了口气 楚玉 男女瘦瘦不亲这话 你应该知晓的吧 当初你重病 我医不解带地照顾你 起码可得人说一句 医者人心 但你现在已经好利索了 我一规格代嫁女 与外男同吃同住 实在有损轻欲 她沉默了 半晌才说了句 周姑娘说的是 是楚某冒昧了 还望见谅 今日天色已晚 明日我便离开 我满意她的分寸感 忍痛从自己的钱匣子里 拿出一块碎银子给她 不知路途是否遥远 这块碎银子就做你的盘缠吧 多了我也没有了 她轻笑 结果 那便多谢周姑娘 第二日清早 等我睡醒出去时 院子里早就没有处遇的影子 我心中生出一抹失落 这人 遇见的时候猝不及防 就连走 也不打一声招呼 好歹和我 说个他日再见才是 不过这点一样感受 很快就在晒草药 分配草药的过程中 烟消云散 经常来看 我的几个婶子 倒是有些 为我打抱不平 还有点恨铁不成钢 本来就是 你救了她的命 你求一个以身相许 也不算过分 没想到她居然就这么走了 真是个狼心狗肺的 我哑然失笑 我就她是遵从医者本心 又不为别的 再说 我现在才没有那个心思呢 只想多赚点银子 够我以后浪迹江湖 日子才平静了几天 突然来了一帮官兵 齐刷刷地停在 我的问诊摊子前 为首地问 敢问姑娘可是周晚 我点点头 正是 她道 既如此 姑娘要和我走一趟了 听闻这话 曾经我诊治过的人 左三层又三层地围在我前面 各位官爷是不是弄错了 周姑娘可从未干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啊 对啊 周姑娘不仅给我们治病 还教我们如何辨认草药 让我们上山采药 又有了个营生的本事 如此好人 绝不会犯事的 就是 您瞧瞧 我们这些人 我们的命 可都是周姑娘救的呀 她性格纯善 这里面一定是有误会 对对对 你们若是抓了周姑娘 我们便写万民书 我心底翻涌起热议 连视线都不由自主地开始模糊 我曾经不敢奢望的亲情与偏爱 如今却在这些陌生的他们身上尽数得到 为首的那个人愣住了 眨了两下眼 才高声解释道 诸位误会了 我们此次前来 是奉王将军之命 邀请周姑娘坐行军衣的 我 坐在马车里 我问为首的那个人 你们王将军是何人 为何会认识我 她愣了 什么王将军 我皱起眉 捏紧袖子里的毒粉 不是你刚才高声说 是受你们王将军之命 请我去坐行军衣 她恍然 笑了下 我那时口误了 不是王将军 姑娘到时候见了便知道了 电光火时间 我忽然想到一种可能性 我默默把脑袋 退回马车里 开始闭目养神 只是捏着毒粉的手 仍然一刻不停地 不敢松开 山路崎岖 马车颠得我头晕恶心 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才终于听见那人说 周姑娘 到了 她扶着我下马车 又带着我到大帐门口 姑娘 我们将军就在里面等你呢 你快进去吧 我掀开帘子 走进去 只看那道背影 我就认出来了 我叹了一口气 楚玉 你这是不是有点恩将仇报了 楚玉转过身 表情无辜 哪有 我明明是在报恩 行军衣 一月可得一定金 周姑娘 确定不心动吗 我眯起眼睛 这男人 该死的知道怎么拿捏我 我咬着唇 决定与他约法三章 要我答应也可以 不过相对的 你也要答应我一些事情 他点头 你说 我道 第一 我是女子 居营里多是男子 我虽然不需要人照顾 但也不希望有人打扰我 他点头 这你大可以放心 我会把你的住所 安排在我营帐旁边 若是有人骚扰你 我定当按照军阀处置 我满意了 说出第二个要求 第二 这毕竟是在最前线 我的三脚猫功夫 可能不足自保 还是希望将军 能给我安排一个侍卫 能护我周全 应该的 我把我的亲位派给你 第三 我顿了下 第三 我还没想好 就先这样吧 他眉眼含笑 不急 哪天想起来了 告诉我也不迟 我在这里留下了 也不全是为了那定金 也多了些真心实意 这里条件艰苦 甚至还不如我落脚的 那个小村子 那些当兵的少年 大多不过十几岁的年纪 身上却早就全是 可怖的疤痕 还有些来不及医治的 伤口感染一次又一次 我看到时 腐肉里面还有蛆虫蠕动 另一个军医怕我受不了 小声关心 姑娘若是不舒服 不若先出去透口气 我摇摇头 拿出银针和刀具 用火烤过 又用烈酒浇过 再用上麻沸散 一点点剔除腐肉 药材不够 我写信陈阿公他们 没几日 新鲜的药材 便源源不断地送过来 信里问了我好不好 有没有受欺负 全然不提这些药材 有多少银钱 傍晚 我找到处狱 说起来 你那次受伤 也是遇到邻国派来的刺客吗 他摇摇头 谋底情绪涌动 全部转化为 痛心疾首的嘲讽 不是 是遭到了亲人的暗算 我静了几秒 说 所以 楚摄政王 你的这些个身份 到底打算什么时候 和我透个底 当时领头的那个 若不是想说王将军 那在网上 便是王爷 我在京城也待过一段日子 萧姓为皇姓 可提起京城里姓楚的王爷 那只有一位 就是当今摄政王 我是听说过 摄政王好像很早以前 被派去边赛 但没想到这妖巧 他愣住 你是如何知晓的 我眨巴两下眼睛 不知道 就是想诈你一下 现在知道的 楚玉 他侧眼看向我 那么你呢 周姑娘 不对 或许 我应该称呼 你为神婉婶姑娘 我身体陡然紧了一下 他倾笑了声 不必紧张 京城的那些 蠢货早就认定 你死在那场大火里了 不过我倒是听闻 太子得知失火以后 曾不顾劝阻地 几度三番要冲进去 想不到沈家二小姐 居然有如此能量 我不屑地吃了声 左右她没真冲进去 为我殉情 还在一个月后 就迎娶了我的嫡姐 如此深情 不觉得可笑吗 她眯起眼睛 所以 你真喜欢我那个侄子 我歪过头看她 我若如实相告 你会砍掉我脑袋吗 她哑然失笑 自然不会 我眯起眼睛 默了一会儿 才到 我对肖瑞恒 并无争议 之前种种 不过是因为她已经是 我在那个虎狼窝里 能遇到的最优解了 我勾起唇角 我猜 有一件事 你肯定还没查到 那就是 我娘是被沈相爷 强行占有的 我娘是要亡谷出来的医女 在要亡谷学成 以后便游走各地 为人诊治 到京城时 被沈相爷请了去 说是想要治好 嫡母多年未育的问题 我娘同意了 留在乡府帮她医治 经过一段时间的条理 嫡母成功怀孕 我娘本来想就此离开 却被沈相爷一句 胎眉作文 望再看三个月 这种请求给留下了 她心怀慈悲 觉得确实该好人做到底 不想喝了沈相爷 递过来的一杯甜酒 整个人就失去意识 再次睁开眼 看到的便是 她与沈相爷赤条相对 即便民风开放 可是这世道 本来就对女子诸多苛刻 我娘绝望一心寻死 被沈相爷拦了下来 情话一句接一句地说 一见钟情说了一遍又一遍 我娘便被哄好了 沈相爷的意思是 挑个不错的日子 那府为妾 结果这事还没着落 嫡母先知道了 相爷当时 还需要嫡母娘家的助力 直说是我娘勾引的她 任由嫡母打了我娘一顿 将我娘赶到乡下的庄子里 后来查出怀孕 向爷放话 若是儿子 母子便一起接回来 没想到 是我这么个女儿 我们就像被人遗忘一般 在庄子上苟延残喘的度日 我娘人很好 从不自怨自艺 我脑海里浮现出我娘的身影 嘴角弯起一个弧度 她教我识字 教我医术 我最后把的脉 是她的死脉 我娘总说 女子安身立命 还是要靠男人 她靠了 结果在寒冬死在漏风的庄子里 我吸了下鼻子 在京城里 我要顾及的事情实在太多 没办法 只能藏桌 选一个能够依靠的人 当初选择萧瑞恒 一是他有太子的身份 二来 他是嫡姐喜欢的人 我抢走嫡姐喜欢的人 也算变相另一种报酬 再加上太子愚笨多疑 我若和他在一起 随便说两句 就能挑拨他与沈家的关系 楚玉问 那你又如何放弃了 虽然我离开京城 只有短短几个月 可总觉得 那些好像上一辈子的是是的 模糊记不清 我仔细地回想了下 说 嗯 大概是因为奇灯节那日 我亲手绣了个荷包 原本想送给他 却看见他将狄姐揽进怀里 我听见狄姐问 太子哥哥不会真的喜欢上我那个笨手笨脚的树妹了吧 我听他答 娇娇乖 我不过是把他当作鱼耳罢了 唯有如此 我才可以转移那些想要害我之人的注意力 才能够保全你 我摇摇头 其实我大概能感觉到 当时肖瑞恒对我还是有几分真心的 不过我不敢赌 既然做不到百分之百 还不如我抽身离开 做不过就是不能报仇罢了 但我娘对我的唯一心愿 就是我可以平安健康顺遂 想来她也不会怪我 楚玉定定地看着我 问如果给你个机会 你愿不愿意复仇 我好笑地问 你要帮我 如何帮 现在太子和沈家联姻 如何动得了 我倒是想过再过个十几年回去 给他们投个毒什么的 她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 声音轻飘飘的 却如同平地炸惊雷 无妨 我打算此次班师回朝以后 清君策 我觉得我是个疯子 但我好歹爱命 但楚玉显然是个 不要命的疯子 沉默良久 我问 你认真的 自然 我想了想 也不是不行 我拱手作医 民女愿意陪君走一遭 反正被发现了 我还可以 一融成别人模样 大不了跑就是了 班师回朝的那一日 我和楚玉 同乘一个马车 他率先下去 然后朝我伸出手 我扶着你 下来 我大放大上他的手腕 多谢王爷 不远处 萧瑞恒的声音 有远极近 皇叔回来了 听说这次回来 是带回来 心仪的女子 准备要父皇赐婚 不知道是哪家的女子 能得到皇叔的青睐 婉婉 怎么会是你 站在他身旁的嫡结 也是一脸大惊失色 沈婉 你不是死了吗 我双眼懵懂地眨着 你们在说什么呀 我不是沈婉呢 我姓周 楚玉挡在我的面前 懒洋洋的气场全开 皇直 不得无礼 这是你皇嫂 你想对你皇嫂做什么 我挽住楚玉的手臂 夫君 他们是谁呀 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我们不要在这里 继续待下去了好不好 他身体绷紧 声音暗哑 好 夫君带你离开 走出去好一大截 我才要松开他的手臂 又被他按回去 他一开视线 宫中处处都是眼线 还是小心为上 我点点头 这样啊 那好吧 路有点长 显得我们俩有点沉默 以往都是他主动找话题 和我说话 现在他突然不说了 我有些不太适应 我主动找话题 楚玉 你看我刚才 演傻子演得像不像 他嘴角抽了抽 以往你在京城的时候 也是如此 我点头 对啊 不然凭着我的聪明才智 早就被善度的嫡姐 给找机会弄死了 我扯着他的袖子 一会儿别忘了 我们按计划行事 宴会上 沈娇娇和肖瑞恒的目光 一直死死盯在我的身上 我洋装浑然不察 吃着楚玉未来的糕点 冲他甜笑 肖瑞恒失手打破了茶盏 沈娇娇的脸色更难看了 我和他换了个眼神 装作要出宫 只带了一个小侍女离开 刚走出没多远 肖瑞恒便追了上来 他双眼星红 婉婉 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你的太子哥哥呀 我赶忙甩开他 太子殿下这是做什么 男女瘦瘦不侵 我现在是你的黄嫂 你不该如此越举 会被人误会的 有什么误会的 你本来就该是我的人 你为何会出现在边赛 你不是在那场大火里 什么大火 我不解道 当初我不知为何 截然一身出现在边赛 是王爷救了我 我不明白殿下在说什么 顿了下 我又道 不过 如果殿下愿意为我查明真相的话 民女一定会感激殿下的 她忙不迭地点头 你放心 姑定然会给你一个真相 我行礼 那便先谢过殿下了 我转身离开 没让她看见我嘴角擒着的弧度 让她查 反正她能查到的证据 都是我和楚玉安排好的 沈家是如何苛待我 嫡母是如何容不下我 嫡姐又是如何面若菩萨 心怀蛇蝎的对我 种种证据 全都分时段 分批次的逐一被她发现 萧瑞恒和神府闹起来了 她拿着原本当把柄 收起来的神府的证据 告到狱前 为了把自己摘得干净 还修了沈娇娇 楚玉就趁着这个时候 高喊太子忘恩负义 皇帝昏庸蜜子的口号 封闭功成 夺了拳 太子被楚玉一刀毙命 皇帝怎么死的不知道 反正楚玉一进一出 丧钟就敲响了 沈家一家子 全都在大狱里聚齐 他们相互指责 相互埋怨 直到我去了 他们还在互骂 见到我以后 倒是一致对外了 一起骂我 不过很快 率先落下骨气的 是我那个便宜爹 晚晚 如今你得到太子殿下青睐 又是摄政王的 指名要娶的人 你一定有办法就爹出去 是不是 你就救爹 爹当年真的是不得已 才那么对你和你娘的 都是这个老前婆 都是她的错 你就原谅爹吧 帮爹东山再起 第二个是我那嫡姐 晚晚 好妹妹 你忘了当初你出来乍到 我是如何对你好的了吗 这个家里只有我对你好 你让我出去 我不和你抢太子 只有嫡母还留着灵星骨气 我是不会求你的 我看着他们一家三口 放声大笑 我是来看你们如何死的 准备送你们一程 谁说要救你们了 还惦记太子 他早死了 估计你们走得快一点 还能在黄泉路上看到他 你们四个正好作伴 我看向我那个便宜爹 你昏庸无道 怕婆娘还花心招惹我娘 你该死 我看向嫡姐 你真以为我看不出你的小把戏吗 表面上为了我好 实际上是希望我继续蠢笨下去 不给我学习的机会 让我这辈子都只当个衬托你的小丑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 我看向嫡母 说起来 你能怀上沈娇娇 还多亏我娘治好了你的不育之症 你明知道沈相爷是什么样的人 可你还是把过错全都算在我娘身上 我娘何其无辜 你们沈家三口 一个个狼心狗肺 死不足惜 我气得胸脯剧烈起伏了几下 又道 不过直接让你们死 太便宜你们了 我和楚玉说了 赐你们三个人凌迟 好好享受吧 说完 我不再理会他们的惨叫和谩骂 直接离开 一切尘埃落定 我向楚玉提出此行 她牵起我的袖子 晚晚 眼下朝野未清 你再多留几日 再陪陪我 行吗 我脱腮 撕 楚玉 有一颗拳头大的夜明珠 值五百斤 你答应下来 我便送给你 我也不是不行 于是 每当我想离开时 楚玉总会找各种东西送我 让我再多留一段时间 渐渐地 不仅仓库 连我偏店相仿 都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宝贝 我又一次提出此行 这次你给什么都没用了 我一定要走了 再不走 我真拿不动了 她抓起我的袖子 晚晚 你收了那么多礼物 可愿再收两样 我好奇地问 是什么 她伸手指了指自己 我 我 她又拿出一个盒子给我 还有这个 我打开一看 瞬间愣住 楚玉 这 这不是花影暗卫的兵符吗 你给我这个是什么意思 楚玉笑了下 晚晚 你早就知道了我的心意 兵符给你 是我想给你安全感和底气 我楚玉发誓 今生我妻 只有周晚一人 立为皇后 永不纳后宫 花影暗卫只认兵符不认人 倘若我违背誓言 晚晚大可号召暗卫 夺了我的皇位 叫我不得好死 楚玉目光灼灼地盯着我 晚晚 我以这山河为聘 你可愿意嫁我 我望着她 将手搭在她的掌心里 皇后的月缝有多少 少了我可不干